大家好,今天来录制一个迷你小篮子 简单入门级操作 准备8根45厘米的打底根条 首先拿4根出来 交叉成一个女子 先两根十字交叉 然后左右两边交叉 顺住再用线固定调整 再编第二根女子 同样的方法编织 好,两根女子底边好 再把它重叠在一起 再准备一根细条对折 套上压在底下的一根条旗边 然后上下两根 以上一下 编织 上下两根 交换以上一下编织 好,编好一圈 再继续编第二圈 就照着这样的方法绕前边四圈 然后这个底部宽度编好 我们把这个线尾穿入里面去 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边条把它折上来 有的时候对提底边的宽度每一根都折上来 好这样我们再把条缓折一个条纸的宽度 每一根再往肥折 好像这样折好后我们再拿刚才的那根短条套上底座围成一个圈 然后再把边条穿入底座的前面两根细条 把底座固定 每一根都这样穿入两根细条 穿好后我们再把条往外掰开 好下一步准备开始编蓝绳准备一根四分之一的细条 对着一半折上一下一根 我们再把它套上蓝绳的任何一根条 顺着往右折上一下编织 两根细条同时一起编织 两根细条同时一起编织 一上一下 我们就这样顺着绕圈编 编13圈 蓝绳条比较短要怎么接口 我们就把头跟尾两根条叠在一起 然后用夹纸固定 下面就可以按着顺序 一上一下编织 好这个高度编了13圈 我们把多余的条剪掉 我们再拿一根宽的短条 按着纹路 一上一下编织一层 接口两头重叠在一起 用个夹纸固定 把压在里面的那根条 往外面折 往外面的一层条 往里面折 都折好后 按着条的方向 顺着往里面穿插 外面的条往外面穿 里面的条往外面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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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穿插 好了最后一步 安装蓝绳手柄 先选择一根条 对齐为中心点 再用一根条 这里面穿插 如果保留下来 时你会认识 因为有点编织 在那边 需要两个状态 劲 在身边 在这里面穿插 感谢观看